哈同学们 欢迎大家回来 刚才学了一下周敏说话对吧 欢迎大家回来 接下来咱看一下第二题好吧 你看第二题啊 两个自然数平方合适 637 就这俩家伙 第一个的平方加第二个的平方 是不是等于637 而且说最大公约和最小公倍的合适49 看到这句话了吗 这句话里面提到了八个字 最大公约 最小公倍对吧 以前我说过 只要一个题提到了最大公约和最小公倍这八个字 你就用短除模型来做 99%是可以做的 能心懂吗 那1%漏网之余 到目前为止我见过那么一两道 但是不多 清楚我说的啥意思 那既然这个题提到最大公约和最小公倍了 我是不是可以用短除模型了 接下来有请短除模型 根据短除模型 我可以设一个数叫大A 一个数叫大B 对吧 他们的最大公约是不是可以叫大M 这个A除去大M 是不是一定胜个尾吧 B除去大M 是不是一定也胜个尾吧 是 这就是短除模型对吧 这个模型咱可以得到什么 来看一把 第一个结论 大A是不是可以等于M小A 大B是不是可以等于M小B 是 再一个 只要用到它俩的最大公约了 谁就可以代替了 M 只要用到他们的最小公倍了 谁就可以代替了 MA加MB MAB 不是MA加MB 对吧 最小公倍 是A和B的公倍数 MAB对吧 这个学校老师应该教过大家 就是最大公约乘以边 是不是就是一个边上的 最小公倍要拐弯 MAB 能明白吗 这个以前咱都讲过 所以我说细一点 不不不 说粗糙一点 是吧 最后 这个小A和小B 一定要满足一个条件 它俩得怎么着 后织 一定得互质 对吧 如果不互质谁的责任呢 M 它俩没互质 你M还可以更大 是这意思吧 比如说一个是2一个是4 M可以翻一本 再乘个2 再乘个2 是吧 能明白我说的啥意思吧 那 大家必须得互质 听得懂吧 听懂了 再一个这里面 得出一个结论来 你发现最大公约是M 最小公倍 是不是MAB 最大公约乘以最小公倍 下方等于M乘以MAB 是 那是不是就M乘以MAB 就是M方AB了 而这个最大公约乘以最小公倍 你发现 必然等于M方AB M方AB 是不是就是MA乘以MB 正好等于A乘以B 听清这句话了吗 听清了 就是两个数 它俩的最大公约乘以他们的最小公倍 是不是恰好等于它俩的成绩 是 随便拿数 你可以随便找 你800和10万我也不管 你1和770 99我也不管 能明白吗 这两个数 它俩的最大公约乘以他们的最小公倍 一定等于它俩的成绩 听得懂吧 听得懂了 这是两个数 三个数的数 我可没说过 是吧 这个结论就不成立了 听清楚了吗 听清了 有两个数的数行 接下来你做这种题吧 应该很简单吗 我就说这两个数 一个是 大A一个大B 最大公约是大M A是大A的小尾巴 B是大B的小尾巴 能明白吗 明白 那就第一个结论 乒乓盒是不是应该是637 那是不是A方加B方等637 是 不用A方加B方 把它俩退休掉 因为大A是不等M小A 是 大B是不等M小B 是 你别谁都用 这点不用了 让他老人家休息去吧 所有的位置数 用MAB来代替 听得懂吗 听懂了 那按照这个结论 MA它的平方 加上MB它的平方 是不等于637 OK 再来 最大公约和最小公倍的和 是不是49 最大公约是不M 是 最小公倍是什么 MAB 这个是不是等于49 是 就把题目翻译成 数据方程了 对不对 也就是所谓的代数思想 能听懂吗 那接下来不得花简 花简这个好话 这是个M方A方 因为它又代表MA乘以MA 对吧 我写一点 你看看 这是超过值吧 MA乘以MA 那不就是M方A方吗 对吧 这个是不是M方B方 是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M方 提出来了 A方加B方 这个是不是等于637 对吧 接下来这个一样 可以把谁提出来 M 1加AB 这个等于多少 49 49 对吧 在讲分解这一数的时候 我一定说了四个字 见机就柴 是吧 我还说了 不要见了公机 就把毛拔了 拆了 是吧 不要那么干 M方乘以它等637 是不是一定把它拆了 是 就五个字 不拆白不拆 听得懂吗 拆了 把637拆了 这个你就自己拆就好了 好不好 好 你一看它一定是7的倍数 能明白吗 嗯 因为它是630加7 它是不是一定是7的倍数 嗯 而且是7的几倍 91 91 91我可以拆成几乘几啊 7乘13 所以它一定是7方 乘以13 能不能明白 嗯 那最后就推简单了 这个是不是49 嗯 你就算时间别拆开了 好吧 好 因为上面是不是可以凑出m来搭拐 嗯 m方乘以a方加b方等于7方乘以13 m方是不是一定是一个 平方数 完全平方数 嗯 那 它就是对的谁啊 7的平方 那我估计m方就是7方 a方加b方就是13 13 明白吗 嗯 有个朋友非跟我抬抗 说老师不定 他说老师 m方是1方 a方加b方是7方乘以13 行不行 嗯 也有可能 对吧 嗯 这不叫跟我抬抗 这叫思维严密 能明白吗 嗯 到了初中以后就需要你这样的精神 你要不这么严密 还麻烦了呢 扣你一半不 都算遇见老师仁慈对吧 信佛他 对不对 能明白吗 明白 所以接下来我分两种情况讨论 注意看啊 第一种情况 就是什么呀 m等于7 如果m等7的话 这个7方和这个7方是不是就没了 嗯 a方加b方等于13 13 好 a方加b方等于13 那下面也一样 m今天都等7了 你赶紧把这个好相机告诉他吧 是吧 这是不是就7了 嗯 那1加ab等于7 7 1加ab等于7 ab等于6 6 那是不是就ab等于6 嗯 有这样的数吗 乘加等于6 a方加b方等于13 有吗 有 a乘6得6对吧 嗯 但是1方加6方显然不等于13对不对 是 2乘3是不是也等6 是 2乘3行吗 行 正好 那答案是不是就出来一组了 嗯 这组是什么 这组是这样子的 看一把 就是这个模样的 这是2 这是3 这是 7 这组是应该是14 这组是21 答案出来了 能听明白吗 听明白 但是有没有别的答案呢 刚才那个同学怀疑的非常好啊 这个是1怎么了 嗯 能听清楚吗 听清楚啊 这个是1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 a方加b方等于637啊 那意味着什么呀 这是1 是不是ab等于 49 48 48 ab是不是等于48呀 嗯 能明白吗 明白 这个你自己凑说看能不能凑出来不就完了吗 嗯 怎么凑 ab等于48 ab还得满足什么条件还记得吗 互质 聪明 互质 那我猜一下好吧 嗯 互质的话 谁和谁乘起来等于48 6和8 6和8不互质 6和8不互质 别忘了 1乘48 他一定互质 对吧 嗯 1乘谁都互质 还有吗 2乘24 不行 我呸 3乘16 我不呸 可以对吧 嗯 是吧 3乘16 还有吗 好像没了 没了 你就看看这个1方加48方 是不等637是不就完了 嗯 等还是不等呢 不等 必须不等 看各位就完了 它的平方各位是 是 它的平方各位是 1 4加1各位是不是5 嗯 怎么可能等637呢 他呢 他方加他方呢 也不行 严重到不了 16方你不太256吗 嗯 加上三方 9 怎么会到等600多呢 能明白吗 嗯 所以大家有几个 1 1 对吧 嗯 能听清楚吗 听得一个 1421 对吧 那看一下详细的解析过程 注意看啊 大家说思想 它是这么干的 跟咱一样不一样 一样 一样 接下来 美举验证 是不是发现了 A等于14 B等于21 就完了 嗯 听懂了吗 听懂了 这个题听明白是小事 关键注意后面的东西啊 出来一个 数论两宝 代数思想 加美举验证 能明白吗 明白 慢慢你得理解它的重要性 什么叫代数思想 现在一个题不会做 直接把它翻证 数了方程 用代数式表示出来 能明白吗 明白 什么叫美举验证 最后一定跪到一步上来 就是一个一个美举 一个个验证 看哪个合适哪个不合适 你比如说刚才 美举验证是什么呢 就是M等7的时候行不行 M等E的时候行不行 能听懂吗 听懂了 多的时候可能要 你美举五六个 能明白吗 再个是什么呀 短除模型 短除模型 可爱是吧 短除 这倒是哪个除吗 最大 除法的除是吧 除法的除 我改一下 这应该改成 除法的除 短除模型 它能解决什么问题 能解决 有最大工业和最小工备 八个字的题目 能明白吗 只要一个题目里面 提到了最大工业和最小工备 这八个字 你就用短除模型来做 99%能做出来 听懂了吧 听上来 记住这句话 胡老师会对这句话负责的 能明白吗 好了 这道题咱就简直讲到这儿 好吧